好不平靜呢 还有我们台湾 就在今天晚间六点多 台中市枫园区中正路 七百二十六项 有一处铁皮民宅发生了火警 警消货报之后 是一共出动了四个分队 三十二名人员 以及九辆消防车前往抢救 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 火事是全面的燃烧 我们从画面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熊熊大火是不断的蔓延 消防人员紧急在四周布水线 爬上屋顶洒水灭火 并且在半个小时之内扑灭 但是控制火事之后呢 消防人员从屋内发现 有一名大约九十岁 行动不便的独居老翁 全身多处烧烫伤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随后送往卫福部封园医院 最终伤重不治 至于起火的原因 火雕人员还在调查当中 三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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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重 因此多处 发现薅医院 这一段后 脸上居烧山 瘤山 所以 确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